哦 你好呀 佩奇 哦 你好 你是哪位 啊 佩奇 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是苏 苏氏对吧 好啦 给你开个玩笑啦 我记得你 苏仪 诶 对了 苏格兰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我的名字叫做苏西 啊 好的 呼吸 啊 今天的话是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朋友 李奥 呃 我要是没有猜错的话 李奥是一只变色龙 不 他是一只会飞的鸡 所以他的名字叫做飞鸡 他的名字叫做李奥 哦 我记住了 尿 可是我好像看不到李奥呀 没有关系 佩奇 我们来玩球吧 呃 好吧 来球给你 李奥 你确定那个地方有了吗 当然有了 李奥他只是不想玩球 哦 你什么意思呀 你是不相信我咯 啊 没有没有 我相信你 那么李奥还会做什么事情呢 啊 李奥的话还会呼叫 来 李奥 叫一个 哇 好吓人 啊 猪妈妈你知道吗 苏西的话虚构了一个朋友 叫做李奥 我才没有虚构呢 李奥是真实存在的 哦 是吗 那你叫李奥扁一个倒立洗头 哦 佩奇 你在说什么呢 你们三个人玩的不是挺好的吗 等一下 你刚才说什么 三个人 哦 佩奇 听说今天家里来了一位新朋友 没有啊 不是只有苏西吗 啊 这位的话就是你的新朋友了吧 是的 这位是果王李奥 哦 能够见到你很高兴 我亲爱的果王陛下 不是 这个地方有了吗 哦 果王陛下 您身上的毛发可真酷呀 是啊 就和今天搭配的外套一样可真吵呀 不是 这样子下去好尴尬呀 我是不是也得说点什么 哦 陛下 您今天的腿可真白呀 啊 话多的佩奇 哦 怎么又是你苏西 这个动画就没有其他角色了吗 哦 佩奇 猜猜我今天去了哪 我管你去了哪 反正我今天哪也没去 啊 我今天去了 啊 我都说了我不想找你今天去了哪 我只知道我今天在家玩了一天 真开心 不是佩奇 你比你废话很多诶 啊 哪有我平常说话很少的 一般的话都不会超过三个字 当然之前的话除外 啊 这句话也除外 那这一句呢 总之我只要不想说话的话 就可以一句话都不说 不 你做不到的 我做得到 不信我们来打赌 你做不到的 我都说了我做得到 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说一句话了 你做不到的 等一下我刀呢 总之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再说一句话了 放心 我会想就办好那一句话的 哦 佩奇 苏西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呢 啊 佩奇的话说了 从现在开始一句话都不说了 嗯 为什么呢 是啊 为什么呢 我问你呢 苏西 我问你呢 佩奇 哦呦 你们可以啊 哦呦 佩奇可以啊 近雷 在通天修为 听他地线指 不是我在做什么 哦呦 佩奇这不是说话了吗 啊 真的 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再说一句话了 指定 做旋征火焰九天 啊 可恶呀 要不是你们故意引导我 我才不会说话呢 从现在开始 我真的真的不会再说一句话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的两分钟之后 诶 你们谁要吃葡萄 嗯嗯 呃 佩奇他这是怎么了 啊 他说他不想吃 所以你把葡萄给我吧 呃 那个我家厕所堵了 你们谁能帮我去通一下 佩奇说他想去 苏西我发现你很急车 你还好意思说我 你废话比我还多耶 啊 没有啊 我平常说话很少的 一般的话都不会超过三个字 总之我只要不想说话的话 就可以一句话都不说 不 你做不到的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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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